其实做沙沙酱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挑好番茄、小黄瓜、柠檬、洋葱 还有用自然草本的调味 像是黑胡椒、自然粉 我特别爱自然粉 欢迎来到营养师大主厨的节目 其实很多我们的用户都买了很多的水跟蔬菜 然后就在就会跟我卡布人说 哎呀你跟我讲说不要淋什么不好的美奶汁 不要用什么凯撒酱 那你叫我们做一道比较简单 可以淋在水跟蔬菜上面的沙拉酱 好吧那今天就只能直接开做啦 首先呢我们先来直接来切一条小黄瓜 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牛番茄 这个牛番茄其实蛮有趣的 一般我们在有些人去做营养质询 那很多人都不了解说 这个营养师啊或是医生他们的口中所说的番茄是指什么番茄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刚刚已经切好的洋葱把它加上去 把它加上去 然后呢我们可以挤柠檬 柠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酸这个这个碱性物质来源 那我一般会喜欢加两种料理 一个是黑胡椒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枝蓝粉 我特别喜欢枝蓝粉 所以可以用它来取代一些油啊盐啊这种 好OK这个时候呢 再简单的搅拌一下 再把它搅拌一下 还水度出来不用洗 所以是在吴城市长大的 它的纯精度是非常高的 珊瑚蜗菌 红珊瑚蜗菌 其实就是它在光照的地方上面比较红 所以就叫做红珊瑚蜗菌 其实这都很好吃的 我觉得蜗菌类其实水分够 我觉得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之后你就可以淋上刚刚所制作出来的沙沙酱 直接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一道沙沙酱水跟蔬菜